大家好,夏天到了,结束的西瓜当然少不了 如记中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老人们在树影薄梭中坐着主椅,摇着不上回忆往事 孩子们穿着清凉的夏衣,大口大口吃的西瓜 听着这充满长鸣声的午后,反复又回到了童年的夏天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折纸的西瓜 折叠这款西瓜,我们需要准备两张酸色的方形折纸 这边呢,使用的是12厘米的照理折纸 第一步,我们需要准备一张红色的,然后翻到白色的这边 折出两条对角线 打开,然后接下来将这条边 对齐这条我们刚才得到的这条对角线折上去 然后我们需要标记一个点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打开,翻到背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点在这个位置 将这个顶角对齐这个点折上去 然后沿着这条,沿着这条中线 我们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沿着这个我们刚才得到这条边 我们将这个顶角折上去 打平 打平 打开,看到白色的面 刚才我们得到的这条角边分线 也就是对角线和这个边呢 有个焦点,在这个位置 这边也有个焦点 然后我们将这个地方,这个角,这个对角 对齐这个焦点折上去 这边也是同理 压平 注意啊,这条线和后面这条线是对齐的 打开,上边同理 打开 打开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角呢,翻出来 像这样 然后我们如果刚才我们得到的这条线呢 将这个,这两边呢,压一下 上面同理 将这条边,沿着这条边,折上去 打开 打开